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郭庄主 诗魂明明在彩莲庄 住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莲池中的诗香花种 就是最好的证明 而你却说她只住了三十 只是若非心中有鬼 你何必为这点想起撒谎呢 什么诗香花种 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那城万乱葬岗十年来连续失踪的荒室 你不知道吗 要不要我把你回忆一下 或者教人挖开莲池底下看一看 即便是吃傻之人 也不是见谁就能学谁的 他能学的 一定是身边最亲近的人 所以郭坤嘴里说的那些胡话 根本不是在发疯 而是在模仿你山安当天网上所说的话 老叔 你跑不掉了 跑不掉了 老叔 走吧 我看你往哪儿跑 郭坤打向方杜碧的那一仗 正是你打向诗魂的八卦行一仗 为何许娘子最后没走成 反而死在了彩莲庄 事后诗魂又去了哪里 郭庄主 你不想说来听听吗 郭庄主不想说 那就让我来替你说吧 我猜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啊 十年前 诗魂不小心跌进你家的莲花池 巧被许娘子所救 诗魂因为这副外表吃了很多的果 所以胆小自卑 但许娘子心地善良 没有把她当成怪物 反而收留了她 两人也因此互生情愫 好了 谢谢 你猜几心情 想来对许娘子苛可 诗魂便相约许娘子私奔 可是被你发现了这字画上的秘密 所以你脑胸成怒杀了二人 我去死吧 恰好那个 正被国公目睹了你杀人的全国人 郭坤记下了你打向诗魂的招式 也瞧见你背诗藏诗的过程 所以才背着骷髅到处乱跑 谁又会再一个疯子的举动呢 但是你知道呀 他所有的行为 都是对你杀人的模仿 你把事情败露了 比将计就计 只好把责任 推到你这个疯弟弟身上 我说他对吧 不 不是的 不是我父亲杀的那些人 不是的 这只是你们的猜测而已 毫无根据 难道你们百川院 就硬要把罪名扣在我的头上吗 你想要证据 简单 你想干什么 让人开口说话的法子 唯有的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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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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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